我们知道,美国与俄罗斯作为世界上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一旦爆发战争将会是全世界的灾难,因此两国虽然自苏联解体之后,就一直持续冷战, 但却都能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竭力避免发生正面冲突,前段时间,美国在多处中东战场上的相继失离让特朗普急火攻心,开始不顾一切地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让国际局势因此陡然紧张起来。 日前,美国用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打下了美俄全面战争的第一枪,特朗普此举响车全球,俄副外长深表遗憾,俄军将举行军事盛宴。 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了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决定冻结与俄罗斯在框架内的合作。 据悉,开放天空条约是美国、俄罗斯等27个国家,在1992年签署的,意在增强各协约国的军事透明度,允许各国之间相互进行空中侦查,避免由于不信任而造成的军事紧张。 而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相互监视战略和力量的发展。 现在美国公然撕毁了这一协议,明显是在为大力发展核武器做准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担忧。 据悉,此前美军一名高官表示,美国不需要小当量的核武器,再加上如今美国此举确实有些令人遐想,特朗普此举响车全球,俄副外长深表遗憾,俄军将举行军事盛宴。 有消息称,俄罗斯副外长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表示趁美国在为与其他国家协商的情况下就宣布退出,使在单方面恶化国际关系,并为此深表遗憾。 军事专家认为,美俄两国向来都是针锋相对,现在美国的军事野心暴露无疑,俄罗斯自然不会坐以待毙,更加激烈的反击也将随之而来。 有消息称,日前俄罗斯宣布将在西伯利亚,以及远东地区,举行一场规模超前的军事演习,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演练巡航导弹的密集使用,显然是准备与美国来一场硬碰硬的决战。 特朗普此举响车全球,俄副外长,深表遗憾,俄军将举行军事盛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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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